感谢江西,感谢安徽,感谢胖猫兄弟,使你们改变了国内的身为格局。 起因是,今天早上众多男童包刷抖音,抖音里面全是国外的金色大波浪,没有一个中国的小仙女,抖音也是睁眼看世界了。 你要问我,为什么喜欢杨妞?因为她们只要爱情,没有38万8的彩礼,没有特别隆重的婚礼仪式,不会要求你月入两万,不会要求你开宝马奥迪, 不会要求你情绪稳定,更不会要求你有房,你只要好好的对她就足够了。 你对小仙女说的情话,小仙女只会嫌弃你用力,而杨妞会觉得你才华横溢,你给小仙女又花钱又出力, 而最后换来的却是抛弃,杨妞只会觉得你是她人生路上的一盏灵灯,极帅了,还有什么理由不选择我们朴素的杨妞呢? 现在回想起小学师老师强调英语的重要性,那时的我不以为然, 现在已是后悔末期,就连麦克阿瑟也忍不住说道,国内的回礼是三个月的身孕, 还有离婚带俩娃的极美,我已经报了外语辅导班,早学早脱单。 来抖音急速版,看视频领现金。